最近一段时间,重庆万州区走马镇马鞍村,一个普通农民家里,每天凌晨三点过就有人在这里排队,少的时候有几百人,多的时候甚至上千人。 这么多人带他家排队干什么呢?长长的队伍从农民家门口的包裹第一路,蜿蜒向下,跨过小河沟,再向上就是万州区通向石柱县的公路,成百上千人的队伍已经看不到尾巴。 今年六月份以来,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排队,正在摸人的就是这位所谓的女神医,她叫傅碧秀,摸一摸就能治病救人。 行医方式也很简单,哪里不舒服,她就摸哪里,头痛摸头,脚痛摸脚,严重一点的,她会拍打疼痛部位,既不开药,也不开刀。 行医才一个月了,每天发六百个号,每个号收费十元,不知怎么的。 这位女神医的口碑远播至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各省,每天都有几百人来治病,对于女神医傅碧秀摸一摸治病是否有效果?周围的群众说法不一。 请订阅一下, jump in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